Hello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我今天還是要談談這位男私主的命盤 為什麼 因為這位男私主 有要求老師說可不可以在視頻上幫他做註解 一般而言我盡量避免 除非說 你願意donate 把你的這一部分 就是 貢獻出來 我一般都會講一下 當然 扯到比較隱私 我就不講 像這位男私主命格非常的乾淨 兩個劫財 兩個筆尖 一個正官 一個傷官 一個食神 一個正印 非常非常的清楚 也非常非常的乾淨 但是我們首先要理解一下就是說 劫財劫財 為什麼大家一聽到劫財 好像看到 洪水猛獸 為什麼 很奇怪 其實劫財沒有這麼恐怖 這是因為以前的命理老師 這個命理老師的養成教育不夠 第二個 這位命理老師的專業素養不足 第三個 沒有跟著時代的律動在進步 三點 三點 他的專業不夠 養成教育也不夠 又沒有隨著時代的進步 而做進化 所以他活在那個古代 古代 古代你要知道 一千年前 從宋朝 京圖 寫的第一天水開始 噗噗噗噗噗噗 到了明朝 劉伯溫 到了清朝 任鐵橋 寫下 很多 很多的住宿 還有意見 還有看法 到現在有誰在做這種整理的工作 沒有 如果能夠看到 第一天水算不錯了 你看到宋朝的研版 如果你能夠看到 三命通會 也算有福報 三命通會 也算有福報 這個都不太好理解的書 古書 很像那個易經的細詞 斷詞 很難很難 很難去理解它 但是起碼 你有接觸原版 也就是說 你離八字的 最原始的 思想體系跟結構 慢慢的在接近當中 這個很重要 結財為什麼 老師都說結財很好 很多東西有一個假設前提 比如說老師最喜歡講金生粒水 為什麼金生粒水 需要關 火土 火土的三關 很忌關 因為你是火 火生土 你這個火加上水 你的火必定熄滅 所以我們在假設這些前提的時候 都有一個但書 結財結財 結財之前 手上須有財 你沒有財 如何談傑色問題 所以一個男生如果命中帶傑財 你要高興 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的是什麼? 你有錢 憂的是什麼? 小心你的兄弟 小心你的朋友 因為一般傑財格的人 比較善良,比較愛面子 所以說如果你命中帶傑財 一定要想辦法把這個財留住 不然財來財去 那因為筆尖傑貨 客財 一般來講跟爸爸關係比較緊張 跟太太的感情也比較疏離 傑財格如果你是身強 如果再走傑財運 再走筆尖運 很容易齁 很容易 就是說很容易 客妻 仿復 損職 很容易 這個沒辦法 一般傑財格的人跟爸爸很緊張 大部分都是要 破阻離家 好 你看你的天干 又帶來一個傷官 又帶來一個正官 老實在是建議你 你比較適合創業 為什麼? 你一方面安分守己 一方面你的內心深處 有一顆異動的心 真的叫你去外面創業 你又眷戀 你又眷戀那安定的生活 你又眷戀那安定的生活 所以古代禪中有一句話 非常有名 家雞 有時 頂禍盡 也賀無良 天地寬 我們家養的雞有沒有 以前 以前 你們現在不用養雞 老師小時候的家裡 幾乎每家每戶都有養雞 有沒有 養雞就是要準備 過年過節 可以吃 對 你每天餵他家雞有的吃 但是頂禍 那個刀 那個鍋子在那裡等你 所以要宰你 你看那個野荷 很瘦那個野荷有沒有 什麼丹頂荷 什麼荷我忘了 很多很多荷 有沒有 他無良 可是天地寬 對不對 就好像那個藤王閣系有沒有 落霞以孤霧齊飛 秋水天長共一色 宜舟唱晚 想窮彭你之兵 驗震驚寒 身段橫梁之譜一樣 怎麼講到那裡去 就講這個 所以如果你的命中正觀待商觀 也就是說你這一個人 你這一個人 在工作選擇上 事業選擇上 常常會很彷徨 一外面安定 一外面又想不安定 一外面不安定 你又想安定 你還好 你還好你沒有帶七煞 你沒有帶 你沒有帶那個 如果你再帶個七煞跟便宜 老師保證你的生活 多彩多姿多可憐 注意 有時候是這樣子 在命理界一直有一個不傳的秘密 從我小時候就聽到現在 我老師這一點就不太講 你只要能夠撐到三年後的端午節以後 你必定大富大貴 一般而言你是撐不過的 注意喔 因為大富跟大貴 豈是平常人家所能擁有的 所以有的人 他一直在掙扎那個點 我就撐 你怎麼撐 炎王注定三經史 不會留人到五經 很多東西宇宙直接很奧妙 我常講一個反應的事 一個人一輩子如果逢到七歲 十九歲三十一四十三五十五 你要特別注意 從無一變 你七歲時候一定要小心 你讀小學那一年 還是小學那一年的前一年 你要特別小心 第二個你十九歲 你高中畢業那一年 大一那一年要特別小心 如果你撐得過的話 三十一歲的時候 要注意你要結婚的時候 你要很小心 再過來四十三歲 你可能成家立業了 但是事業有一個轉變 要特別小心 再過來五十五歲 老師這個大數據已經研究很久 很奇怪 碰到反應鏈幾乎很少能夠全身而退 多多少少會受到影響 那老師還是跟這一位男司主講 你了解你自己是對的 那你知道你的錢 你的錢 你有財有庫啊 問題都是解財啊 所以這個時候 你都要特別注意 錢要怎麼應用 你要在你家的財位方 布證 不用布到七星證 我是認為不用布到七星證 因為你們只是普通人家 只要在你家正確 根據你的 根據你的八字 根據你的深層 下去排你的財位 找到那個位置 大概一個東西就可以把你壓住 你就不會老是前輩節來節氣 這個很重要喔 這個很重要喔 了解自己為什麼那麼重要 老師常常在講 如果你盡信書 不如無書 你太相信這個八字 不如不要相信 那你要問老師 老師啊那你不是很矛盾嗎 你說不要太明信 你每天都叫我們說 有空喔 打開自己的八字看看 這樣講好了 你們知道有一種東西 叫預防科學嗎 每個人都很正常對不對 什麼叫預防科學 就是說 你有空 要不要做一下 全身的健康檢查嗎 你現在看起來好好的啊 很健康 搞不好 你的血太濃啦 膽固醇太高啦 你的血壓太高啦 你怎麼知道 看起來都好好的 八字的分析 就是讓你做一個身體健康檢查而已 可以的話 早一點做檢查 讓你看看你的命 跟老婆長不長 跟小孩子言論好不好 晚年的時候 晚年的時候 晚年啦 48歲以後 50歲以後 小孩子會不會孝順 就是有一個媽媽在問 晚年的時候 小孩子會不會孝順她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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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Reaction 作用力 反作用力 是相對發生 我對你好 很有可能你會對我很好 原則會對我很好 另外你會對我不好 但是無論如何 你都要以人為善 要證明你的善意 你要小孩子孝順你的前理事 你要對小孩子很好 他可能不孝順可能孝順 但是只要你對小孩子不好 99%他會對你不好 因為現在的教育使然 沒有辦法 好像你對朋友好 朋友沒有義務對你好 但是你對朋友不好 放心好了 你朋友絕對對你不好 永遠記得老師的一句話 Action跟Reaction 它是相對性的 你對眾生很好 眾生對你很好 你做焉共 對靈界朋友很好 靈界朋友就會對你很好 很重要的概念 我常講 作用跟反作用力 那我們今天這個帶子就講到這裡 因為這個命格好不好 還要看上他的大運跟流連 如果他走20年大運 這個命盤只是讓你參考 不用怕啦 不要怕 如果你現在是走25年還是30年的倒霉運 你要注意喔 有時候我們命是走20年好 20年不好 有的是5年好5年不好5年好5年不好 所以有的人像波浪型有沒有 摇擺不定有沒有 flatuation我常講的 所以有時候看也不是當外面這樣看啦 大運流連 還有你整個的陽宅 整個風水的布置 還有密宗的法藥怎麼去修煉 那我們現在是講到這裡 喜歡的話按讚還有訂閱 最重要分享一下 老師369 禮拜三禮拜六9點都會開直播 有興趣的話 我們到那裡去 華山論見 今天講到這裡OK 拜拜